打都懂嘛 这个我觉得概率真的非常非常 是的 因为这场闪电狼打IG 关键就是这场闪电狼打IG IG预告过自己想要快乐起来的情况下 你像G2刚才给大家带来快乐 奉献快乐 难道IG就不能奉献快乐吗 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IG不会奉献快乐 而且说实话 IG的快乐跟G2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G2的快乐是那种快乐 对吧 IG的快乐是 是杀的快乐 他不是那种快乐 确实 确实 好我们来看一下VTR IG前两手按掉的是挖掘机跟加利奥 然后闪电狼按掉的杰斯跟阿卡利 对TheShine还是非常防范的问题是 如果TheShine快乐起来 他玩的还不论这些英雄 对 今天大家一直在期待的 其实就是那个英雄 拉几个英雄 拉个有皮肤的英雄 还有拉个他最喜欢玩的英雄 其实说到IG 小鹏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小鹏是跟IG交手 然后IG平时 平时 新来赛也挺难打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天 郭老师来也讲了讲 然后绿毛那天也讲了讲 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IG的 那段比赛的时光其实是我们比较黑暗的地步 当时我们真的是比较打懵了 当时我们就跟IG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就感觉每条线上的个人能力都比我们要强 反正他们每个人都很强 就感觉他们和我们打比赛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好像在随便玩我们 但是他们都能赢 那天绿毛说了一个点说他觉得他跟IG这一年打了十几局比赛 就算是训练赛 他说他最大感受就是他觉得IG他给你一到两波三波机会 你好像都很难赢 但是你给IG一波机会没了 就这局游戏就没了 我昨天跟Kat聊Kat说的是就是说IG五个人的认知都在同一个高度 所以他们那种意念交流是最麻烦的 来了卡莎加黄子 这场电狼我认为是想拿一套偏王道的阵容跟IG打 就是他的招牌阵容其实 包括说Pookie拿黄子 我大胆在这大胆预测 Redder又要拿发条了 对啊那是啊黄子都拿出来了嘛 招牌中的招牌 招牌了 那就是上单塞拉斯 然后下路出狭落 这个IG 晾着玩吧 晾着玩 晾着玩吧 这就是肯定还是下路 不合理了 下路拿下来IG的阵容选得非常的王道 其实也对啊 两边都是照着最好的英雄组合去拿的 那右边闪电狼 其实在流行的英雄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辅助泰坦 对 我要说的是说 还有一个像刀妹这样的英雄 其实都没有被封锁的 但是那不在闪电狼的英雄池里面 这边泰坦是小C最喜欢玩的一个英雄 其实也是几乎把把被ban的 为了避免在第二轮的英雄被ban掉 而且之前也有解说给大家说过 就是因为所有这种能够强制你落 回不去的英雄都挺克制落的 为什么之前有的时候 女坦打落好打 就是因为他让你的灵活性 在他的频繁控制面前展现不出来 过来先敲你一顿 然后 要不然就是逼你像刚才那样出水银 要么就是逼你什么带金花带醒目密集 反正就是这种硬控的东西落还是蛮烦的 电狼这边在反手是搬掉了 宁在昨天使用过的一个芒森 其实闪电狼一般来说的话 习惯在第二轮的时候会去ban妖姬的 但他第一手觉得被盲伤的情况下 妖姬是由IG这边ban掉的 然后闪电狼再ban一个刀妹 看IG这边的反应 闪电狼搬了三个可以让IG双摇摆的英雄 没错 也是比较烦这种双摇摆的性质的 对 双摇摆英雄就是现在大家最爱ban的几个英雄 就那阿卡丽 什么杰斯 瑞兹 刀妹 还有一个塞拉斯 把Rider的发条摁掉了 这个是要的 蛮针对的 IG这边也是想想 你这个发条确实拿得太多了 不给你拿这种英雄关 也别给自己留风险 那大概率是一个拿凯南 因为塞拉斯在分线不确定的情况下 凯南可以说是万金油的最优解 他不会被太多英雄counter 尤其是在现在凯南比较怕的 杰斯跟瑞兹都没有 没有的情况下 那贝蒂自己其实也是很喜欢玩操作型的 不是贝蒂 不好意思 哈纳比他自己也是喜欢玩 这种操作型的英雄如阿卡丽 记得游记前一轮 他们双方交手的时候 对吧 是德赛拿的凯南 然后斩电囊疯狂地助德赛 他现在反过来了 IG这边看看Rookie先手拿什么吧 Rookie自己先手倒是蛮喜欢拿辛德拉的 如果不是 当然也有可能给德赛拿Niko 或者维克托这样的英雄 给了 也让他单线不吃亏吧 最后宁的一个打野 这场比赛 大量的前期英雄被封锁 您会不会再拿青钢影 来表演一把 看一下了 搞不好 是拿喜欢的英雄也不一定 奥拉夫也不错 对吧 奥拉夫还真不错 对面这个控制蛮多的 现在这个局 快乐 快乐这肯定就是快乐 小鹏来现在需要你的专业登场了 解释一下强行解释一下 小鹏看不懂 感觉好像爱翁这个英雄 你假如说你的队友都很猛的情况下 你可以保证他们的输出 但是你想上的这个Niko的话 我觉得他大概率是出的是AD的Niko 对 然后作为爱翁的话 你是相当于保护着两位AD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让他们的尽情的输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宁王在像用真实形的下来表示 就是只要线上四个兄弟猛 我拿个爱翁也是可以赢的 我虽然采访的时候说的是我四个兄弟千条狗都能赢 但我现在要证明他们千颗树也能赢 我其实想知道的数据就是上一次爱翁登场是什么时候了 全球的决赛上 爱翁自从被削那个 百分之二五哥拉生命值清一片演出就上不了场了 他那个画圈圈被耗的生命值增加 我上一次OB到玩爱翁还是在OB西门夜说吗 就真的我上一次看RUNK有人玩爱翁 那个人的爱翁还是West Door 那个人还是西门夜说 其实爱翁觉得蛮适合西门的 但是他几方赛统没来我们就不聊他了 但说实在的 IQ这首爱翁是谁也没想到的 要是现在谁出来说 我早就料到他说他会选爱翁 绝对都是骗人 这我跟你讲最气的是谁 是现在剩下可能会跟埃及加连交手的那些队伍 你这什么意思 你错了 现在最生气的是下半场的解说 他们是最生气的 当然闪的狼这边RIDER最后拿了蛇女 蛇女加皇子也是一套老班子了 黄金搭档 因为德马西亚皇子的大招所带的 范围跟腹地差不多是重叠的 那无论如何 我就期待这场对局吧IG 对上电狼的大战 其实我最近他也玩的是龙龟 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Niko可以变成艾翁 然后去攻击野怪 因为艾翁自己是攻击不了野怪的 艾翁是打不了野怪的 艾翁是打不了野的 因为他跟野怪是好朋友 他是森林之友 对所以你现在能够看到好朋友护锤的脸了 真的好搞好搞啊 我想说的是艾翁这个英雄 可能现在很多人别说看比赛 你自己打你有多长时间没见过艾翁了 现在我我我我推估啊 现在大家反应是这是什么新英雄吗 没见过也好厉害啊 而且他出了灌篮高手的皮肤 他好像用了 他用了 哇你往前看他这皮肤回成是什么效果 他好像没怎么看过 反正我先看过 他还真回去 可这场谁最高兴 你说 啊 这场最高兴的应该是 闪电狼啊 拳头最高兴啊 这个皮肤 难道不是闪电狼吗 这个灌篮高手皮肤 我敢说现在有大概一半的 都不知道艾翁出了这个皮肤 老师说我虽然知道他出了这个皮肤 但我没怎么见过 对我估计有一半的玩家都不知道 我一次都没见过 你这场一看 好了 哎 卖皮肤了 卖皮肤了 他万一表现的好一点 哎 高光 但艾翁这个英雄其实操作的上限不是特别高 不是那种操作型的打野 这进去好像野怪就没了呀 直接伸到二级 他可以直接交城 他可以直接敲城 他浪费自己时间了 他们来得太晚了 嗯 但他只能这样了对吧 刚才把城街给交了 哎 而且被抬到了 一级的侠落都学W 贼猛 这个位置一波纠集老幻学 点上来 但是给点人 侠点满五层 先点满五层 埃卡西亚暴雨之后 Betty也没了吧 再被A下给个治疗 哇 再点出一个被动 我的天啊 卡莎一级也很强 卡莎一级也很强 这电枪太强了 但是皇子前期有点崩了 卡莎一级的强建立在你 让他点满五下 泰坦能帮他点被动啊 泰坦主要是这两个性能都帮他 我是觉得刚才打一套可以溜了 但是 埃及 硬打到底了 再看一次 上来 抬一下 然后第一套其实把Betty的拳 这么打完就可以溜了 守护者出来就可以溜了 但是Jackie Love回头的时候 宝兰正好被勾到了 而且勾到的时候 泰坦是勾加品A 直接给卡莎叠了电浆的 哇塞 那么闪电狼拿下了下路的一个一血 而且小C还有控制机 游到中路来 这时候塞拉斯还是往前捅上去的 把自己的身位逼得比较不利的 艾翁在路上 这个时候闪被闪线钩 砸了一下 没了 抬起来 舌死了舌死了 这个给Rookie还是不行 艾翁的这个打架能力 当然也是非常弱的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实肉型的打人 是 刚才一个Q啊 艾翁一个Q丢到了 但是没办法 也就这样了呀 而且 赛哥这个Niko是走AAP的 他是冰团增幅 也跟他平常的习惯不一样 波兰界的 对吧 这样就打团确实猛一点 但是单线弱一些 开始双生暗影之类的快乐与旅程 没错没错 GLP800加双生暗影 就是各种无限减速 双生暗影留你下来开团这种打法 确实会增加Niko的这边的开团的效率吧 打团能力变强 来看一下这小C的高光时刻 难怪他的泰坦此前一直被翻 这波是下路打完马不停踢来到中路 而且一个闪现Q Rookie的闪现早一步没有能交出来 然后抬起来之后 但这个头没有让到蛇女 又来了 又够了 Jacky这波闪现交出来 闪现EQ 第五层差一下 抬得很不错 有没有人A出这一下 艾卡西亚暴雨 战连堂拿下3-0的一个开局 IG前面有点烈 真的已经到这一步了 而且Betty这个出装太厉害了 她竟然第一波拿了个E血回家 直接双多篮 这是一个 现在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在ADB出现的出装 纠集拖节奏 这个装备代表着你打不出优势 你就自断一臂 把前面E血的钱全都 放在热上面了 她确实是有这个额外的富裕的程度 可以做这件事对吧 而且确实爱翁这英雄 小鹏刚才也说了 就这英雄前面是不是不太好干渴 他基本上说队友有稳定的控制能 完全的让他的Q百分百命中的话 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难干渴的吧 这边在等机会上来 塞拉兹勾了一下 哎呀锁链出来没有锁到 没Q到 我要说什么 我觉得IG这个像是 因为我们昨天在聊 说IG是一个8-0的 目前的一个小组在战绩 然后有点像是 当你一个游戏通关了以后 你就想挑战炼狱模式 IG其实这场的打法就叫做 我们先挑战一下炼狱模式 我觉得甚至不是炼狱模式 这更像什么 就是你一个游戏通关了 然后你所有作者 给你设计的挑战 你已经都过了 你想给自己在哪里挑战 比如说会有人挑战什么 不穿装备再突然一次 或者是不升级武器 对或者不升级 或者就是通篇不合血瓶 对对对 我感觉他现在是 这种感觉了已经是 是的 他不是坐着 给他设计的 他都已经挑战都完成了 这个散电狼的确实是有个较大的棋手优势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散电狼的本次的MSI在运营方面 跟结束比赛能力方面表现也比较一般 现在来看IG在这个情况下打算怎么做吧 但是这场他们现在卡杀的优势非常的大 而且因为宁王拿到了一个爱翁 这英雄前面很难做到事情 导致IG平时比较习惯的靠宁王帮助线上人挽回烈士的这个打法 在这局不奏效了 而且卡杀现在这么样一个状况 你去看IG这里能够进去人群中刺杀这个较肥的卡杀的能力是比较少的 对的这个爱翁也是回家直接武术骸 然后应该还是先出救赎吧 我对不起各位我真的最近这个英雄就没欠过 这英雄现在怎么出装 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 小朋友好像也没有干人 一般好像都是救赎圣杯的出装 对我觉得也应该 就纯辅助吧 大概也只能这样的 下路的部分仍然是由IG成功的推线开始磨塔皮 后面是有个爱翁在反蹲的这个动作 但是躲过了小事业这一勾没有诱敌成功 是的来看一下宁在草丛里 这个位置应该是蛮好Q的 看Q谁Q泰坦 Q到给自己盾 落点一下过来 没有打断泰坦的勾枪 而且保安的血量很低 还有Q回来了一口血 倒过了 可以 还治疗出来了 有治疗 回上阿卡西安宝宇又来了 而且勾到了Jackie Love 有提拼 皇子过来 被皇子EQ杀掉 而且保安的血量也不好 但还好提下一个妮口 妮口一准人之后 直接一个大招把皇子留在塔下 过来的 Rookie偷了太太大 先表达太太 回身妮口又一下平A 拿到了皇子的人头 还好 IG的上中两条单人线下来 起到了立竿剑影的作用 而且宁王化身疯狂的园丁 把这个地方种满了草 让散天狼追击的时候缺乏视野 没视野 对 这一波竟然在就是这种大猎起手的状况下 IG选择一波所有人all in下路 硬是打回了两个人头 又来了 画个圈交成绩 这确实也就是IG一贯一来的风格 解释不清楚 就不好说的 虽然你能看到它是他们有明显的劣势 但是他们就会在突然的某一波 创造一个奇迹 而且这一波起手 其实起得对IG来说是极度糟糕的 反正在前面接的时候 也是接得很有信心的 小C先勾自己墙壁一下 然后拉开了 拖出了危险 贝提看似快死的时候一口治疗 这时候IG已经很难受了 切记道夫是被皇子一个EQ直接插掉 即使宝兰跳上来 清武城双眼没能够保住 但是随后的TP 再加上中路Rookie 塞拉斯支援到 拖一个泰坦大招 泰坦想逃 直接被大招顶起来以后 在塔侧杀掉 然后想要回到塔下的皇子 也被Niko收拾 他现在这个局势来讲 扑朔黎依然是闪天狼 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吧 我觉得 因为卡莎还是很肥 半头了 两个头一个助攻 而且这把皇子是一个战士流皇子 他这个考尔菲的战锤买出来 应该大家都懂了 不急这把是要 他可能觉得如果他出的是肉团的话 比性价比来说的话 肯定没有艾翁强 他可能想的是 看能不能用一套战士的出装 把对面的人可以宰掉那样子的感觉 就是猛到底的打法 因为IG这边在拼伤害爆发上面来讲 艾翁强当然不具备有任何的优势 所以他这个想法就是比较进攻的 女王后来收自己的野怪 他收完还会吹个哨 这个皮肤 小菊 他是叫小菊会吹个哨 这个小菊很可爱 这个皮肤的小菊 带着小菊散步起来了 小菊是22号队员 忠诺可以偷到了蛇女的一个大招 这是蛮有发挥空间的 在这个菊上面 蛇女大招 因为闪电狼全部都是一些进场的 all in型的英雄 泰坦 皇子 这个皇子还一个攻击皇子 对吧 都是一些进场型的英雄 蛇女大招偷起来是蛮有发挥空间的 这段时间小菊在的话 爱翁凭借着小菊 在河道处把视野全都排排空 那下路组合要赶紧回去了 他可能想 他本来可能是想偷龙的 但是现在下路线过来了 而且皇子也在这个附近 而且闪电狼下路很强势 这个龙其实不好偷吧 Q没Q到 差一点点 而且小菊成功地返回了森林这一波 不过没关系 爱翁的小菊 CD还是蛮短的 而且这段时间 IG通过就是下路加中路 中也四个人在这边游 其实是脱掉了一点 闪电狼的优势对线时期的 这波现在IG唯一需要小心的 就是一会儿 一旦这个泰坦到6 闪电狼在下路将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远距离先手 而且Jackie默默地 把补刀超过了Betty 但上路怎么都这样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单吃了三层塔皮了 是刚刚跑下路线的渔波吗 不是呀 刚才凯南甚至都没有去下 他最后去了 他最后去了 但是这个单对单 不能说德塞这边还有五层塔皮 然后你这边就两层 他这边没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镜头也不是很多 我上去了 溢住了 又没一层塔皮 对 山耀单对单把塔推了 黄紫EQ没有EQ中爱翁 但是征服者点满一个大招 大叔爱翁的闪现 爱翁的劣势啊 就是他的一个野区对拼能力 小鹏一上来就提到了 他一打一的能力比较弱 最弱吧 他只能去看他的队友来帮助他 感觉希望他的队友能变强 感觉是打野里最弱吧 是的 没有 基本没有对抗能力 给的太足了 下路也打了两层 下路也打了两层 那这个杜城 闪电梁实在是 以他们的起手优势量来说 杜城实在打得太少 是的 中路也少了一层 这个的哦 哎 这个位置叫着小菊过来 想要月塔 卡纳比也是有所防范啊 但闪电梁执行这波换线 如果下路只有一个卡纳比在手的话 那下路一些塔就要给了呀 换到侠武先锋吧 这样的话 只能硬让卡莎去发育了吧 如果能拖到卡莎的后期的话 我觉得闪电梁也是不输的 哎 我 我只要听到闪电梁托后期三个字 就脑壳疼 打了闪现 但是没有办法 阵容是如此 很慌 医学塔是被下路成功拿下来 而中路也在推进啊 IG就是怎么打 很奇怪 他没有猎于你 下路医学塔也拿到了 这个时候 直接一个大招进场 凯南开启大招 拖了一点时间 而且让塔不断地打输出 成功了之后换回了一个人头 最终双方人一换一在这波 而Rookie身上还是有万浪天灵瘾的 但是上面Betty带着个杀战 也就推到了IG的二塔处 IG这波稍微有点 有点快乐 有点快乐了 对没有人回来守霞 我先问这条路 导致这个二塔应该是白给 而且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算要过去 就说他就让他撞吧 正面又打起来 大招定了 The side 但是 伤害毕竟跟不上 因为后面只有一个皇子 好像要上高地了 这样 这是应该能撞到的吧 也不一定 就剩一种血 这我觉得肯定撞到了 蓄力 塞拉斯位移一下 位移到背后 阿快到后面 可以 在撞到空中 把下五千环给解决掉了 不错不错 火龙到现在都还没有一只人来打 是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火龙不打 对IG是好事呀 这闪天狼 逼你们过来再给我们打一波一下 闪天狼其实是有点懵的 他这个下入起手优势 是没控住这第一条的火龙 闪天狼的处理也不能算很好 但也跟IG不断地派出大量的人力 在中下路骚扰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而且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 皇子太肥了 硬打火龙 和IG不一定打得过呀 嗯 嗯 现在这皇子回家已经是 下起打野刀加上一个 小木驰了 如康昌太师把这个偷的大仙用来打来了 让大招进入CD 他回去对线可以再重新偷一个 神女大招 还是一样经济上面丝毫 IG没有落后 好像还 刚才还一瞬间就小赢了几十块钱 皇子确实是很肥 但皇子两个人 皇子跟泰坦两个人如果都没开到的话 那这肥也不能做数的呀 这红两个人分别拿掉 叫出小菊 这波龙区的视野被闪天狼抢走了一些 泰坦被小菊追着跑 一二要击飞了 哎呦小菊第三下关键的没有A出来 哇小菊牺牲了 是的 但是IG利用牺牲小菊 获得了一波优先推荐权 看能不能在河道这边先做一波视野 排查掉了河道草丛里面的视野 你看这样人在看机会 有小Z顶在最前面 小Z被控住了 没有出手 偷了在这个节点非常有用的泰坦大 没错 主要是因为 以闪电狼目前的位置如果过来阶段 很可能是在这个爱口打团 那泰坦大将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但闪电狼似乎有点畏惧于IG的团战能力 是直接从爱口撤掉了 这波我觉得闪电狼其实没必要打这么怂 他现在主要是因为视野的问题 他不是因为觉得打和打不 他因为这个视野太差了 这个爱口很糟糕 假的落 几分身 探一下 然后给IG纠缠着纠缠着 获得了一个先手火龙的机会 但打得出都并不算特别快 凯南在绕 哈纳比这个位置 目前没有被IG发现 但是有爱王提供的草丛 能够躲一下 不过点了一个占卜秋果 看了一眼 保兰去找哈纳比的位置了 龙的血量来到了3000左右 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先拼乘剑吗 没有 哎呀接盘了 这个位置 哇你太远了 回身龙是被闪电狼给拿走了 上来想开 太难大招定定到了蛇女 但这个时候没有人能跟着 而且小天反销大 保兰大招被逼出来了 凯南进场的位置太好了 IG这么可能要爆炸了 他等下一个R闪 也秒掉了对面的三人 而且等下什么伤害拉满 但是没有人能够 飞体在呀 飞体是满状态要追上来 没办法 太坦加皇子开得太好了这波 而且确实我觉得太坦皇子加 凯南这个时候真的我觉得 结团IG是接不过的呀 是 正面尤其凯南有位置的情况下 实在太过困难 然后Rookie的泰坦大招 其实也甩得比较随意 甩完之后想走了 但是正牌的泰坦大招 正时候反打过来很难受的 哇小菊 叫出来壮烈牺牲 顶一下兵线的感觉 刚才那波没小菊也很关键 对前面被点掉了 其实小菊打团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因为他的一个击飞 是有点不容大的意思 再看一次 就泰坦这个大招甩得比较随便 然后JK勒布走在最前面 被泰坦给打起来 凯南走位鼓着尼克第一个一 然后给凯南完美的进场空间 这直接1.4 虽然说TheShy反过来也是一招大招砸进去 但是没有打到关键的Betty 他的血量是全满的 后续IG是完全解不了 而且伤害不在一条线上 就是你这边只有一个大的大招AOE 但是对面是泰坦皇子加蛇女腹地加凯南 我觉得这么打下去 比较快乐出世了 对 小鹏怎么看 就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 不考虑对名遮起来 对名遮起来 对名遮起来 你从阵容来讲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主 在右边站位很好 视野很好的情况下 硬打架的话 我觉得右边的胜率 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看对名的话 IG这个队伍就是会给奇迹 但我看了一些 IG的装备者出装的话 他应该是跟 您跟宝兰应该有商量过 应该是宝兰出救说 您出的是香炉 嗯 但是现在 卡莎用了自己的羊道 开始了之后 他现在的发育 一直比JK浪伍要好 是 而且IG这个队伍 确实恐怖就恐怖 但打成这样了 这个经济还是咬得死死的 我其实是不太懂的 我其实是不太懂的 但是 对审定来说 就是说这一场IG 在阵容方面 本来就比较快乐 开局的时候也是快乐起来 那闪电场有一个 比较大的起手优势 其实我觉得现在压力 来到闪电场这边 因为对面是IG 他给你的这么多 初期的东西 闪电场现在再拿不下来的话 这局可以说 就是彻底一直要崩了 对 而且对于闪电场来讲 确实考验他们的也是 一直以来 我们说一股狼胃的这个问题 对 看闪电场比赛 就看大龙刷以后 他们打的怎么样 他们大龙那波处理得好 那这局闪电场是有机会的 处理得不好 对吧 那把 那把直接影响到了 今天闪电狼的体性吊胆 那把在我们解说的视角里 闪电狼已经拿下的情况下 是的 被Caps抢了大龙完成了翻盘 不过 那个跟传统的一股狼胃 又长得不太一样 长得不太一样 他那个就是打野失误 传统的一股狼胃是 初期获得巨大几千优势之后 然后满地图逛街 然后在大龙前面 犹豫半天以后 硬吃大龙被对方团队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 时间再往后退的话 我觉得闪电狼的话 更是有优势一点 像对面的卡莎和凯南 这个两个英雄 其实在后期的能力上 都是一个很强的英雄 对 包括另一个点 我是认为闪电狼开团 也更加的简单 就闪电狼的开团点更多 然后也更加的简单 开团距离上也要更远一筹 虽然洛的R产W 是这个游戏里 最棒的开团手段之一 但是毕竟能跟上落的人 在这局游戏里没有那么多 闪电狼现在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尽可能的选择 在稳定前期优势的情况下 不去采取过于激进的打法 而是慢慢的通过三落的带线 继续补足C位的装备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蛇女跟凯南 都在等待着自己的两件套 两件再接一波 如果招式是全的话 闪电狼在正面团战里面 还是占比较大优势 卡龙刷新 关键点到了 降制打击 究竟会不会到来呢 闪电狼这一波 也是全员的一个回补 在视野方面来说 闪电狼比较执着于 巩固中路两侧的一个视野 在边线上面是没有做文章的 看他们接下来 有没有要把视野重心 往大龙方向移转吧 因为毕竟现在其实 闪线都赚其乐的情况下 闪电狼正面能接 是可以考虑大龙附近布置一下 不过我觉得IG 也不应该太怕 闪电狼这边的大龙布置 因为对于闪电狼来说 他们的坦克的能力 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想开启大龙的团 你必须要有 有泰坦在外面来先手开团 而且你作为一个输出皇子的话 你作为一个扛伤害的地步 扛大龙的伤害 是一个非常疼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 应该不会太怕大龙会掉 所以你觉得现在 如果站在IG的角度下 接下来的游戏策略 比较正确的是 在保证不就大龙的情况下 找机会 是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觉得 不会掉大龙的 因为对面打大龙的速度 唯一一个保证 虽然有卡莎 有蛇女 但是他们并没有土龙的情况下 打动速度并不快 而且他们扛龙的伤害会特别的高 但就是承接之前讲的 IG的队伍特性是 他大概会给你三波机会左右 但你不能给IG一波机会 水龙 这是IG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 闪电狼是必然需要提速的呀 漂亮 小C这波太果断了吧 Rookie应该是没了 哇 这局小C的泰坦 闪现一勾只给大招 那距离把握得很好 招牌英雄 怪不得一直被ban 怪不得是狂被ban的 但是Rookie我觉得也是 这个闪现没舍得交 嗯 他两次了 他一级那波 就是泰坦一级来抓他那波 他也是 没有躲这个闪现勾 但这边 虽然抓掉了Rookie 但是闪电狼如果 没拿到下路一塔 对 没拿到相应的东西的情况下 等下Rookie回来了 这闪现差就出现了 下一波泰坦可没有这种开场能力 但现在这个局势我觉得 如果不是IG 我们还是会认为左边蛮劣势的 对当然 这个局势真的还蛮劣势的 IG其实 最重要的还是说 几个能carry的位置 前面是伤害要先顶上来 前面是伤害有一个蛮巨大的区别的 伤害能够补充 就是IG在等 霞的三件套 对的 就这个板子打到后面 这个小局就是等于多个辅助嘛 嗯 就等于给Jank Lab多个辅助 就这种感觉了 因为 毕竟艾翁这英雄 他特性在这白的 这一波是Betty的卡莎回家了 不在IG平推中路一塔 很舒服 嗯 可是对于卡莎来说 他自己是在优势的情况下 他做出了引魔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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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追求生存也可以 但是要考虑就是团队 对 团队的伤害够不够 团队就需要你出比如说无尽翻盘 对不对 对 不过像在右边的话 基本大家都是输出点 就算连黄子也做的是输出装备 他做了点防装的话也算挺不错的 也不坏啊 至少他的队友的输出能跟上 不会因为团队因为他出这些防装太多输出 就算时间两边除了在龙区 Rookie被抓掉之外都没有产生过任何的人头 最久刚才说的就是Rookie那波只要有复活回来的话 这其实是有个闪现差的 暂时都不用担心小C会闪现开人 嗯 我觉得闪电狼有点按捺不住了 他们有点想靠龙区 那是呀我刚才就说了呀 因为闪电狼是需要提速的啊 那你提速 IG知道你的泰坦现在没闪现勾对吧 我只要不要站到 离你太近这都不会被开到 这种情况下闪电狼如果不靠大龙B 到底要靠什么东西强迫IG来接战 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你看这一波经济又慢慢的给IG洗回来 但也还好的原因还是 IG的选择太少了 就是闪电狼现在不用急的另一员 就是IG的选择太少了 这个Niko又是玩一批的 APNiko没有什么带线的能力啊 他并不是ADNiko那种就是线霸类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但是就是那是盖住队名的说法 有队名的情况下 闪电狼可能唯一现在心里虚的就是因为队名是IG 但是你从这种玩意来讲 我觉得IG这局真的选项是很少的 他们甚至 不过这一场比赛也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 IG的那种往后去拖的运营打法了 对 而且是挺劣势的局 其实 哇 宁王这太快乐了 出了本杀人书 哇 宁王这太快乐了 当然经济并不劣啊 IG 是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闪电狼在 扩大局势优势的能力上面也是显露出来说 并没有到最高级别我感觉 级别比较没那么高 哎 开到了 开了个假的 这下面骗到了 小C啊 直接被宁拿到人头 而且皇子反身走不掉 情况下做了个大 妮可的大招想保护队友 运出了进场的两个人 开启吃天使之后 上面交了个闪现上去 但是正面妮可已经倒下了 两边的伤害闪现了 还是要更高一点 这时候卡莎做得很好 卡莎回身输出 开了一个秒秒 卡莎被秒了 但回身BEN RIDER也收掉了JACKLUB 还是打完那时候闪电狼太强了 这波甚至都是让一个泰坦的情况下 这个团战 IG都没有足够的伤害去打赢 因为泰坦刚才是纯白给 泰坦Q大拳给了那个假的 妮可的假天 没错 他们隐藏射到大龙了 在艾翁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但是他的小局又好了 他可以 看他愿不愿意用这九层杀岸输去换藏 我们试一次干可 轻尽抢一波大龙的机会吧 丢了一下 因为他死了的话 他杀岸输肯定就掉了 但是如果被他抢刀的话 交了一个TP上来的小C 从右边已经走进来 问题是闪电狼 感觉卡莎太住大龙 哇 哈喀比的鞋量已经非常低了 陈剑已经叫大笔回去了 这个龙要掉了 就送了呀 你走进去陈剑把龙拿掉 旧波闪电狼又出现了 怎么回事 难道闪电狼最大的敌人 就是这条大龙吗 他们打着打着突然发现 兄弟 好想我们扛不住龙 然后这个皇子说 我不承我要死了 他承了 然后您一看 您走过去交承 把这龙拿了 这甚至都不算抢龙 这就是谢谢 大龙皇帝 我先跟大家赐个歉 我不应该作为一个解说 我不应该大笑 但这实在太好笑了 就很经典的一个对局 但IG就是已经放得 很松很松的局面下 给了闪电狼 这么大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 然后闪电狼能够强行在大龙 把这优势全部双手奉还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不要 这究极大龙皇帝 我关键最骚的是 你们是走过去的 现在您已经为了十九层 他这个护盾值 对于ADC来说 感觉现在已经是 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了 他可以无脑上去换输出 跟人换屏A 让您给他一个第一进的护盾 还看一下这部闪电狼在干什么 主要是第一个 没有打大龙的ADC战 这蛇女被小菊拍成这样了 就这蛇女 你看 这蛇女被小菊拍成这样了 然后这龙翻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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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是那个交到的存在 是那个三单的换技能 换技能的存在 在黙子产出的时候 还有存在 他也担心龙被抢交到 他们想着硬拼一下 哇 闪电狼真的是 其实我觉得打大龙这个选择 几乎都不太需要 在打一刚才那波团战之后 主要没有考虑过自己 第一扛不住大龙 第二你射手是倒了的情况下 打大龙的速度也不够 可能有个蛇女觉得自己速度还OK 但是蛇女在外边跟小菊玩得太开始了 关键为什么要打大龙呢 就是我们站在电狼的角度怎么样 他觉得这是离他们胜利的一次 最近的机会 但拖下去 拖下去也是优的 对 但是他们想尝试扩大更多的机会 就想一口吃个胖子 是的 经常很多队伍是这样子 这个位置IG蹲住了 朝里面蹲住了 上边一个rookie 再帮rookie反蹲 这个位置全员蹲rookie 陈天上其实是有嗅觉的 知道IG的动作 所以并没有上来 没有踏入这个陷阱里面 但是 神女大 还是很舒服的 对IG而言 凯南 这个没有TP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过于进攻吧 Niko这个时候也是从家里重新出来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只要稳推兵线 IG这边稳推兵线就可以 凯南这时候再从家里出来 只能防守了呀 防守高地 但是IG这边等Niko到了就有进攻的手段 好像凯南已经被发现了 被地图上拼了两下 是的 我也发现好像P信号了 凯南想要来一个终极的翻盘团 闪现勾 没有勾到人 小C的位置很差 凯南没有闪现他进不去 王子进来大助 王子别被秒 晒到R到两个人 凯南也秒 凯南的伤害虽然很不错 但是Jacky Love没有死 给一个治疗回身 应该要一波了 一波了一波了 我要怎么总结这场 我们要怎么总结这场比赛呢 凝王拿了个艾翁 前面一度沈凯南的优势已经非常大 尤其是打赢中的那部团 然后IG 赢了 赢了 IG赢了 没说我们是想要快乐的 我们其实是正经的 而且我觉得小C 真的是成也太坦 败也太坦 前面的几波高光都是小C打出来 但是小C最后两波团的失误 实在有点明显吧 两波团都白给了 他中路那波 QR了一个Niko的W 高地那波闪现钩没得到 QR一个Niko的W 只能说就是 他的国际赛场的经验少 他那个时候精神极度的紧绷 觉得自己胜利在旺的情况下 实在是手抖一下吧 分身就是所有招丢给分身 这是一个比较精神面的失误吧 我觉得 我刚才又总结了一下 我想说的是 小C最后一波为什么要开 我都没想明白 他想跟哈拉比的 想一下 他可能以为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这波龙BUFF IG只要不终结比赛 回到没龙BUFF正场5打5 是不是 赛拉特这种还是能打 对 还是很能打 但是他们看到坎南的位置 确实挺不错的 而且当时坎南可能觉得说 我可以过来 然后产生了这种沟通 因为打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很紧张 然后觉得他说 我能过来的时候 可能太太没有注意到 坎南自己队友的位置 然后他可能会先手开团了 但是他们又发现 坎南那个时候是没有闪现的 进不来那个团长 他好像是闪现勾到小局了 对 我看看 他没勾到任何影响 他没勾到任何影响 勾到谁 勾到谁那也没办法 其实那波团 其实特别难打那个地形 对 就是那波开团 总是把自己开死了 现在了 几乎是把自己开死了 其实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窄 他想要跟坎南配合 是很合理的 因为坎南确实可以一电全部 对吧 但是他第一个 他开的时间是吃的 就是他先开 然后所有招全部丢完之后 坎南其实还没到位呢 但是我只能说IG这个太 就这样都能赢 太有趣了 太厉害了 我想听采访 别说了 我就想听采访 别的现在都不重要 我讲句实话 IG已经是就是 近前友谊的风范 但是 闪电狼还是硬拒绝了这个友谊 但是我拒绝了 好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经济取下 闪电狼其实一度的领先 也没有到非常夸张 整场比赛的经济领先 虽然闪电狼一直占优势 而且团战也比较厉害 但是经济领先 其实一直都大概在2000块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 其实当闪电狼手里握着主动拳的时候 他们用比较着急的一个 这个比赛策略 直接把手里的优势 一波一波地送出来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再回头想一下 这时候MVP 难道就是小局 难道就是 一次都没有死过 25层杀岸输 他应该表现是 也算蛮不错的 应该是给小局了 我觉得没得说 我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官方改MVP 包括这个改MVP 都比较喜欢给这种怪东西 就是高光丝刻聚焦 就比如说我觉得特别像小鹏 第一次拿暴女赢了 也给小鹏那个暴女MVP了 就是大家包括我们 包括观众都很喜欢看到就是 人们出现更多不同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你拿暴女那个版本 当时还是什么都没有雷克赛 对对 那个版本还是什么盲森奥拉夫 什么那个版本 然后你当时拿了个暴女 就是得杯嘛 去年年底的时候 对吧 当时就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给小局了 来看一下这波 这是成长打赢的团战 没问题 阿拉比确实是 大招的位置相当的讲究啊 我看那个宝兰 在那个大招边上游了两下 还是被定制 关键是 太奇怪了 这个就是但是我拒绝 你看看这蛇局 你看这蛇局在干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有两个陈界 然后打大龙速度要快点多一 不是他前面不理小局 认真打大龙速度打完了呀 对啊 我觉得打完了呀 我也觉得打完了呀 我也觉得打完了呀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然后宁走进去 206 谢谢你 哎 哇 尬 这波是真的 艾翁太快乐了玩的 这个反正肯定是小主菜 这波真的这个泰坦 大招顶出去 对 交散界 他才勾了个兵 他才勾了车 我刚才看到没勾到人 但是我 在那个地方有草 老讲道理有爱翁的草 他其实是 但他不应该这样开 主要是蛇局地下 上入清兵线的时候 对 是的 而且这波打起来 甚至都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坎南才到场 从而言之 我觉得这三波团战 其实是蛮好的描述了 这场比赛的一个发展 除了缺了那一波泰坦 把所有招给分身的那一波 其实大概这四波团战 就是这场比较最好的秒数 那可以跟今天 Pergs那个反向想象简一块 Top fail No.1 就我们 其实也没想到 第一时间看到那个 尼扣的分身走到进来 还有MVP 凌王所使用的爱翁 有点东西 这个英雄 参战率92% 杀人数跌满 现在最高兴的 莫过于英雄平和师 英雄平和师 这个梗 我们解说之前口口流传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 我们以前有一个来自 前平衡团队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说 其实一场比赛 一场国际大赛 总共出了几个英雄 是有指标的 是我们平衡设计团队的工作指标 就是有指标的 比如说咱们MSI打半个月 这半个月一共出现多少英雄 这英雄要特别少 那说明对吧 不平衡 说明你这个版本平衡做得不好 对 有一些英雄 他老就是这几个来回看 多样性的问题 对 但是比如说你这一场大赛 你恨不得每个英雄都上场 不然四十几个英雄 如果出了什么八十个 九十个 那很厉害 今天就是这个英雄 评论设计师很高兴 而且他肯定希望就是 接下来IG还能再拿几场这样的英雄 今天还有一局IG的对决 但是对SKT的感觉 我觉得不会这么快乐 好我们也得到了前方的赛后采访的消息 是凝王来接受我们赛后采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欣然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是由IG获得了比赛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您 来到赛后采访系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IG的安妮 我觉得言出必行就是您 就是昨天说要Happy Game 今天的快乐计划先是实行了一下 所以这个灌篮高手艾翁 也是你的Happy Game的计划之一吗 对算是吧 然后原本可能就还有其他的选择 然后这把就是看对面选阵 我们感觉好像杰克活不了 然后就选个艾翁 所以徐斯宝克一下 结果好像艾翁翁也救不了 但真没救了 我看到就是大龙那波之后 你19层的杀人书就在身上了 所以刚刚开始游戏的时候 你是打算以一个什么套路来打呢 一样的套路 就是没什么装备出了 就是我那两件 基本就是宝盒装了算是 然后再出的话就是能够打野刀了嘛 然后也没有钱 正好就一千块 然后就买个杀人书 反正我也死不了我觉得 反正我也死不了 不过当时 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相当程度上终结了 大家说的那些索然无味的比赛嘛 而且那一波大龙的话 其实闪电脑是一个 比较大的经济优势情况下 去动大龙的 那你当时去的时候 是非常有信心 能拿下那个大龙的吗 不是说有信心嘛 就是我们知道他们状态不好嘛 然后反正就是我去试一下嘛 就是如果没什么影响的话 我也不会死 就是我能拖 因为我有小菊嘛 那个小菊就进去他们 也没什么太大办法 当时那个小菊疯狂输出 队友有没有在说什么 说很给力之类的 就打完之后 兰哥说好像有点太猛了 小菊太猛了是吗 最后一个问题的话 因为感觉所有的媒体 对于IG的评价是独一档 这次的MSI上面独一档 就T0级别的 那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是跟SKT的这场说官之战 你们是打算就是听193的呢 还是说继续把快乐进行到底 不知道吧 等一会儿就打 一会儿就回去讨论一下 一会儿去讨论一下 所以还是要把这个悬念 放到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也感谢您来到我们的SIO采访期 先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林王在整个小组赛气线 风格一直都是这样的 然后到这场 已经达到了快乐值的顶峰 我相信如果很在意 因为肯定有一部分的 我们看比赛的人是很在意 这个能不能10-0 完成一个小组赛全胜的记录 那特别在意的人呢 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安心一点 感觉他们的快乐值 已经全部充值完毕了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尤其是对于这种 大赛的小组赛来讲 你们就是在后面几场 选手真的就是像IG那种状态 我觉得是最好的 就是他们既没有因为一直赢 而非常的松懈 而他们又能够在最后的两场 当中的一场稍微调整一下 拿出一些快乐的这种 然后关键还赢了 这是最骚的 那我觉得依然是把掌声给到IG 给到您 给到小局吧 我们今天依然是非常感谢 SD的小鹏 小鹏跟我们一起在这边 解决这场比赛得到了非常多 打野方面的知识的补充 也是填上了我们的知识盲区 当然也真的感谢小鹏来 同时也希望下次能 在一起合作 当然我觉得最希望的 还是能在这解说小鹏去打国际赛 对吧 这是小鹏最希望的 加油加油 是的 好的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精彩比赛马上回来 太动手剑 用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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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 球